竞选办公室违法?柯文哲,我也是受害者。 表示是否执法严正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旋载口,Working Space小树屋,但却被一员踢爆,小树屋所在的土地使用分区是住三。 一楼以上不得当一般事物所使用,磕蛋所租的位置在四楼,明显违法。 柯文哲上午被媒体追问是否向全民道歉。柯文哲回应表示,老实讲,他也是受害者。 竞选办被报违法,柯文哲主张应把不合适以法令问题整理出来,图中央社。 外界将柯文哲办公室小树屋,比作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家族的大群馆,柯文哲对此表示,这个却是问题,那地方使用三十几年了。 以前湘湾武士,表示台湾法律大有问题,好像每个人都在犯罪状态,不选举没事,选举一到检举就出问题。 柯文哲还说,比较糟糕的是分租办公室的厂商惨了,损失惨重,但对于要不要为此向市民道歉,他说,我也是受害者啊。 柯文哲也强调,从侯友宜到他自己,至少表示是否执法严正、公平,但也显示出法律不切实际,他主张应该做下来把不合适宜的法令做个整理,把问题列下来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竟选办公室选在co-working space小树屋,但却被一员踢报,小树屋所在的土地使用分区是住三。 一楼以上不得当一般事务所使用,科办所租的位置在四楼,明显违法。 柯文哲上午被媒体追问是否向全民道歉。柯文哲回应表示,老实讲,他也是受害者。 竟办被报违法,柯文哲主张应把不合适宜法令问题整理出来,图中央社。 外界将柯文哲办公室小树屋,比作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家族的大群馆,柯文哲对此表示,这的却是问题,那地方使用三十几年了。 以前湘湾武士,表示台湾法律大有问题,好像每个人都在犯罪状态,不选举没事,选举一到检举就出问题。 柯文哲还说,比较糟糕的是分租办公室的厂商惨了,损失惨重,但对于要不要为此向市民道歉,他说,我也是受害者啊。 柯文哲也强调,从侯友宜到他自己,至少表示是否执法严正、公平,但也显示出法律不切实际,他主张应该坐下来把不合适宜的法令做个整理,把问题列下来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竟选办公室选在co-working space小树屋,但却被议员提报,小树屋所在的土地使用分区室住三。 四楼以上不得当一般事物所使用,柯办所租的位置在四楼,明显违法。 柯文哲上午被媒体追问是否向全民道歉。柯文哲回应表示,老实讲,他也是受害者。 净半被报为法,柯文哲主张应把不合适宜法令问题整理出来,图中央设。 外界将柯文哲办公室小树屋,比作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家族的大群馆,柯文哲对此表示,这的却是问题,那地方使用三十几年了。 以前相关无事,表示台湾法律大有问题,好像每个人都在犯罪状态,不选举没事,选举一到检举就出问题。 柯文哲还说,比较糟糕的是分租办公室的厂商惨了,损失惨重,但对于要不要为此向市民道歉,他说,我也是受害者啊。 柯文哲也强调,从侯友宜到他自己,至少表示是否执法严正,公平,但也显示出法律不切实际,他主张应该坐下来把不合适宜的法令做个整理,把问题列下来。